台湾贯团 今年定调要做什么呢 要做的是全民团结拼经济 没有做这拼经济拼了好多年 但好像还没有拼出个所以然来 大家听到这可能觉得有点腻了 真的要做出事情来比较重要 那么台湾真的再不拼下去 非常之严重 恐怕被世界给边缘化了 今年是个拼经济的关键年 总统说的是要让大家安心 但拼不拼得出来 目前不得而知 但重点是人民关注的小事 就是政府你应该要做的大事 还包括什么呢 总统学法了 但是在今年的元旦文告当中 大家完全没有听到总统在谈司法改革 好 人民的身家安全 如果得不到公权力的伸张跟保障 好 那么这恐怕是民主人权国家的大讽刺 我们今天呢 在开年的第一天 我们带大家来关注的是什么呢 关注是对我们政府来讲 这到底是不是个小事 还是完全没有关注到的一件事 来看到这位16岁的少女死亡5个月了 但是呢 家属到现在拿不到一个 他们认为具有真相 能够说服他们的死亡证明 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 为什么验不出来 到底要人民如何能够相信政府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台湾共同团 关心台湾 今天带大家来做关注 我们先为您介绍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5位来宾 我们再好好看看 这样的案件为什么层出不穷 公权力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好 我们赶快请到今天的专家 第一位是警察大学教授 警察大学的教授 叶玉兰 叶老师 各位好 好 第一位我们今天请到新新闻副社长 陈东好 陈东好 大家好 好 今天现在请到的我们这起事件的 杨姓少女的妈妈 杨妈妈 今天也亲身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为大家说明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她要什么样的真相 欢迎杨妈妈 大家好 好 那我们今天先来请到的是时事评论员林潮新 国中好 大家好 知识评论员周玉寇小姐 大家晚安 好 我们就赶快带您看看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这么一个少女呢 在去年的7月30号 这个离家 然后不见 然后被找到 这时候已经离开人世 问题出在哪里 同样在电梯里留下最后的身影 所以被这个封为是今年 我们要看到的真纪案件 这算是所谓台湾版的蓝可尔案件吗 但这案件为什么有这么难 到现在五个月过去了 连真正的死因 我们的政府都没有办法给 问题出在哪里 先看我们的报道 因为我真的不能相信 前一天晚上 她还那么开心的跟我正做着蛋糕 哪有可能一夕之间 她躺在那里动不动呢 是个半年鼓起勇气 再看看女儿房间 相框里主角笑得灿烂 但玻璃却卡着厚厚一层灰 母亲心痛 警务依旧 任势一飞 从擀面皮到完成蛋糕造型 除了家里厨房 女儿最喜欢到烹饪教室 学西式甜点 今年中刚拿到丙级烘焙式正照 才说完要考高雄参旅大学 看似对未来充满期待 一世之间全变调 这样热爱生命的小女孩 居然在自家社区离奇这楼 有邻居跟我说 当时候她有听到 我女儿与人在争执 就我女儿一直在讲 你要干嘛 你要干嘛 我们推想 她是不是强拉着她 家属把矛头指向负责 勘验的法医 就是当年负责将国庆案的法医 萧开平有书师 之一法医香艳太轻帅 如今看着照片里青春可爱笑容 永远留在女儿的16岁 但这一走不止留下母亲独自变老 也在母亲心中留下无限的很好 系列黄明君 吴宇轩台北桃园 综合报道 好 这个案件我们看到 在这个影像当中留下了最后的身影 那最大的问题是出在说 为什么最后在电梯拍下的影像呢 会让杨家人觉得这里头怪怪的 你们到底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从最后的一个验尸报告 告诉大家人到底是死于什么样的状态 在这里也得不到一个能够被接受的答案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看 基本上关于杨迅少女的死亡的几个重大疑点 我们在这里为您来做整理 首先第一个看看 最后的身影感觉到是举举怪异的 因为好像被人跟踪 在电梯里头为什么会直接是贴在 我们在按电梯有按键的那个墙面上 人家一般进电梯不会贴在那个位置的 为什么在这里呢 而且邻居有听到他在大喊 你要干嘛这样的一个声音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现在搞不清楚 那第二还要看到的是呢 最后的城市地点 在整个住家社区的外头的草丛 距离外墙大概360公分 这是有一些相关的科学验证 可以来说如果是高楼最下的话 应该不是这样的位置 这又应该怎么样的一个来解释它呢 再看疑点第三个是 如果是真的是所谓的轻身 斜肩应该朝外吧 但是在现场看到斜肩是朝内 这又怎么回事 而疑点第四点说 这个少女手上有反握一把水果刀 但是经过见识结果 整把水果刀上没有她的指纹 这是不是又很特别的一个状况 当然第五点说呢 少女背后有三道身前所造成的伤痕 但这个在法医的这个见识报告当中 却看不到 但我们首先要赶快请教杨妈妈 我们现在列出来疑点 是不是杨妈妈 你们现在最搞不清楚政府法医验室没有给你答案的主要问题在这里 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你觉得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当初法医过度草率的解剖我女儿 她连指甲都没有把她剪下来验她的皮屑 直到高大臣法医来帮她相验的时候 才剪下她的指甲来相验 可是我们曾给检察官请求她帮我们拿去送验的时候 她还是没有立刻的帮我们拿去送验我女儿的指甲皮屑 所以皮屑部分到现在还没有验对不对 之前开庭的时候 检察官是有说已经去送验了 而且又拿几个可疑的人物的DNA去跟她比对 但还没有结果回来 对 现在还没有结果 所以杨妈妈 那你自己看到在你们住家社区的监视器里头 拍下的最后女儿的影像 您住在家社区的几楼 那天是女儿是要出门还是回家 是早上还是下午什么时候拍下这段影片的 她那一天是早上9点多出去7 然后又走回家里 然后就再也没有走出去的影像了 所以那个我们拍到影像是她要进电梯要出门去 还是是要回家的 从一楼回来的时候要上楼 要上楼所以要进电梯这样的一个画面 对 那后来您怎么晓得是跟邻居问到说 有听到你要干嘛这样的反应 这是邻居告诉您的吗 对 这是我的邻居 她后来知道我女儿死亡了 然后她就越想越不对劲 然后自己跑来跟我说 她那一天有听到我女儿跟人家在争执的声音 对 但是就是有这样的声音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人吗 现在是希望把这个人找出来 我之后有去跟承办员警说 我的邻居有听到我女儿的 在跟人家争执的声音 想要做笔录 可是那时候警方那边都说 还不需要 等看什么时候 需要的时候再告诉我 那这个部分到现在也都是没有办 这个部分到最后 9月16号的时候 我邻居才跟我去侦察队那边补作笔录 等于邻居愿意做这个方面的一个陈述 她非常愿意 因为她不相信我女儿会去亲生 是 好 那个 等于说是第二天才发现 女儿已经在社区的后面 被发现 被找到的 对 是 那对于法医说是亲生 可能自己从楼顶摔下去 为什么妈妈你不可以接受 因为我女儿前一天晚上 还非常开心的跟我做着蛋糕 跟我大谈她的未来 所以我不相信她怎么一夕之间 就会沉思在那里 我当下真的觉得很错愕 所以我不相信我女儿会去亲生 所以我一直拜托警方可以积极帮我侦办 可是一开始我很信任他们 但是他们一直跟我说侦察不公开 直到有一天我要去找承办员警 她所里面的人却跟我说她已经调职了 我说我女儿的死完案还没有结束 为什么她会调职呢 那接下来也要接手承办嘛 对不对 对 有另外一个人接手承办 是 那您是在什么样状态下找到女儿的 我现在女儿那天不见 你一定很急着去找 那最后怎么发现她其实已经往生了 是 我当天7月30晚上是有办理协询 警方是跟我说 她的手机讯号都一直没有离开过我的社区 然后到隔天7月31号下午5点多的时候 我的邻居发现她沉思在那里赶快报警 可是那时候我正在外面还在寻找她 我回来的时候快6点了就有一群警察走向我跟我说 我们家是不是有办理协询 我们家是不是有人用白色的HTC手机 我说那是我女儿 他们才告诉我 我们社区后方有一个大体要我去认私 我当下实在不敢自信 躺在那里的会是我女儿 就是这样子然后才发现女儿已经离开你了 是 好 那现在我们大家就要知道说 往生总要有原因 到底杨姓少女是怎么一回事 会突然这样子的离开人世 那当然这个要借助的是很重要的公权力的介入 不只要逮到所谓的 所谓的到底事发的原因是什么 那重点第一件事就是要进行的是 所谓大体的相验要进行验尸 那进行验尸我们来这边看看的是呢 我首先就要赶快来请教叶老师了 两位的法医进行过 马马术三次的勘验 验尸已经做过三次 两位法医做过三次 一位是萧开平法医 一位是饶宇东法医 家门说确实是高处坠楼 于是给的答案叫做偏向轻生 老师这个验尸报告也说偏向轻生 没有一个肯定据出来吗 其实我们现在在台湾的法医制度 其实在民国86年开始就比较有系统了 我们现在在法务部有一个法医研究所 那这个法医研究所现在有34个人的编制 可是以全台湾每天发生的所有的案件来看 需要法医来进行相验的 那个案量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还是有很多很多地方是由地检署会有一些特约的法医 法医师来进行 那每个地方的法医师的素质 我们必须要讲可能有一些良悠不齐 那同时也可能因为他们个人的经验 可能也不见得非常的一致 所以在判断上面未必是很清楚的 那当然我们现在在后来 刚刚杨妈妈也说明了 他们经过了其他的 比如说再找了其他的专家 像高大成或者是其他人 然后也提出了可能邻居 左邻右舍有一些新的一些资讯出来 那这些在整个刑案的侦查上面 因为我们在刑事诉讼法上面 这个犯罪侦查是由检察官来负责的 但是如果有新的物证新的事证的话 其实检察官这个案子是还没有close掉的 即使是法医说有可能是偏向亲生 可是当他的证物周集的更完整之后 其实还是有机会可以去做出一些正确的侦查 因为我们其实在过去这一二十年来 在我们整个见识科学界 其实有很多的进展 法医只不过在所有的见识里面 只是在一部分 其实在法医学研究所里面 他们除了我们大家都看到说 所谓的大体检破 大体检破这是病理组的 但它还有毒物化学组 还有物理组各种的 那你除了这些法医师之外 其实因为还有很多见识专家 可以一起来配合 所以刚刚杨妈妈也说了 说他们有找到一些皮屑 或者是指甲这些 再送到相关的单位去 其实现在包括在台湾 就有好几个警察机关的 的见识中心 是经过国际认证合格的 不只是刑事局 包括新北市 台北市 还有台南市 这些都是非常具有 国际水准的见识中心 其实我对杨妈妈还是 当然我们是埃经误息 就这些有这些发展 其实杨小姐的 为什么会过世 其实真相还是有可能 会有大白的一天 还需要点时间 我们谢谢叶老师 叶教授 那么看到这 大家会想说 当然说随着真相更多的 相关资讯更多的情况之下 或许现在还没得到答案的问题 可以陆续陆续的解决 但是只是大家看到说 法医说高处坠楼 这个可以确认 那么从高处 从顶楼坠下来 难事告诉大家 死因叫做偏向亲生 这个当然我刚说 没有肯定去 这样法医的验尸 能不能够让大家接受 那再来看到是检察官 却说这叫死因不详 那么只好去找了 高大成医师 高大成医师呢 很多人在这个 得不到真相的时候 会去找他 那高法医也说了 很多的理由告诉大家 认为整体事件 叫做便宜行事 因为有生前伤 而且指甲 怎么没有相验 看到这里东豪哥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 像高医师假 高法医讲的 真的是便宜行事 那我们要干担 警方 检方也不这么认为 然后一个 没有肯定去的 一个验尸报告 这可以接受吗 对 在家属来讲 是很难接受的 那检察官现在讲说 死因不详 对 至少表示检察官 不倾向判断 如果他也认同说 是自杀的话 是 那就是自杀了 对 就不是他杀 好 那这个问题 就出来说 我们怎么去理解 法医这个制度 第一个 法务部够不够重视 那么简单讲 法医研究所 在刚成立的时候 那时候是由专业的 法医的教授 来担任 法医研究所所长 是 那这几年呢 但是我们从 人事制度来看的话 很多都是 资深的检察官 在代理 或者担任 法医研究所的所长 是 你从这来看的话 如果法医那么重要 为什么是让检察官 检察官并不懂法医言 他只是在权力上 他是指挥办案的主体 那这样子的做好吗 比如以现在来讲 现在来讲 那个法务部的 法医研究所 他现在是个代理所长 是周昌清检察官 那他当过法务部的 Jerimy Shu 那你是不是把 法医研究所 所长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一个专业单位的部门 变成是一个检察官 升官过水的一个地方 会有这个问题 会有个质疑 那法医会不会出错 法医会出错 为什么呢 最简单来讲 在过去 今年洪中秋事件的时候 引发了很多 对军中的死亡案件 当时就对于 很多监视报告 有很多不同的说 看法 是 好 那法医的人数 其实是不足的 所以我不晓得 桃圆地检署 在这件事情上面来讲 因为像 饶宇宗法医 我并不熟悉 但是萧开平 我们比较知道的 因为他是法医市 加出来的 理论上来讲 他们应该是很专业的 因为家学渊源 那为什么还会做 这样的鉴定 其实所有东西 应该有科学上的依据 对 但是科学上的依据 会不会搞错 会不会搞错 会 会 因为前几年 曾经有一次 法医研究所 在做一个DNA鉴定的时候 把一个男生的大体 鉴定成是一个女生 那也错的太离谱了吧 是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因为他在做DNA鉴定 全国 不晓得现在有没有家人 是 当时全台湾 负责DNA鉴定是三个 三个工作人员 那因为DNA鉴定的工作很多 大体的鉴定很多 结果他有一些 那个大腿骨的骨穴混淆了 那换句话说 你工作环境最基本的DNA 的那个SOP里面 也没有清理干净 对 那这个已经不是 要专业 这是很基本的 工作环境的问题 那就发生这样的状况 那如果你人数不足 各地检署 你的资源能量也不够 对 你在很多对于受害者 或者相关家属 你要说服他说 今天他是自杀的 不是他杀的 对 你如何能够说服他 没错 那反过来讲 如果你今天的人力 或者是在科学的基础上 你能够充分说明的话 也可以让死者得到一个 这个安息 当然 也要让家属安心 那所有的事情 就回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愿意投资 多少资源 在这件事情上面 而且法医的解剖也好 验尸也好 只是刑事侦查的一环 剩下的 比如说像杨姻少女 他在这一路过程当中 我不晓得桃园警方 你是不是有把所有的 这个沿途的监视器 或者相关的一个寻查 为什么会有跟人争执的 这样的一个说法出来 因为这个流程应该是不难的 像在台北市来讲 我们有人不喜欢 但是台北市至少有一件事情 我们几乎所有的十字路口 都已经有了监视器 那他可以在 除了大体解剖之外 他有很其他重要的辅助工具 没错 你会化解很多的疑问 好 到底是做了没 还是并没有做 但是刚刚杨妈妈告诉我们 关于邻居提供了这个 你在干嘛 好像有人在跟 养性少女争执这个线索 可是九月以后 才请他们去做笔录的 那个距离七月三十号事发 也已经一个半月过了 所以这个 这是速度太慢吗 但是呢 杨妈妈 为什么后来会想去找到 高大臣法医呢 那高大臣法医给您的结果 您是比较倾向 相信高法医的一个解剖的结果吗 是的 没错 那为什么会想去找他呢 因为我觉得高法医讲的 比较有根据 是 所以你反而不相信 之前有两位法医 帮你女儿做验尸的一个结果 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他们一开始 连那个我们不懂法医学的人 看到他身上那么明显的外伤 也知道是身前伤 可是他们从来都不提 他身上的外伤 包括警察 包括把医 还有检察官 是 他给您的那个 所谓的死亡报告的检验的 那个内容书上 也都没有写这个身前伤吗 完全都没有提到 他的背后伤痕 还有手上的那一道抓痕都没有 好 所以玉高姐听到 这是不是非常的腊肠 当然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案子 从专业上来讲 这个叶老师啊 这个东豪都讲到 这个办案的技巧 跟这个法医的 这种他们的专业的能力 或是专业的积极度 可是从杨妈妈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 他的女儿明明就没有要去 亲生自我了断生命的 这个动机嘛 就是任何的案子 不是都要有动机吗 那人家既然没有这个动机 那你中间又还发生了 这个电梯里的这种 非常诡异的一个案子 那你办案的态度 就应该积极一点 这个案子 它是一个政治问题 很政治的 基本的就是 杨妈妈自己认为 我们从旁边看也认为 因为她是一个普通平民老百姓 所以我们碰到的 这个政府单位 公权力单位 她就不会用 比较积极的态度来办案 那我不是要故意 这个去吐槽 我们的公权力机关 就是如果她是一个特殊的人物 如果她的母亲是一个艺人 或者说 她的母亲是立法委员 那是不是这个案子 就不一样了呢 那答案一定是肯定的嘛 所以这个案子就是相关的 不管是桃园的警方 或者说地检署 或者是法医等等 把它当成是一般的 普通的案子来处理 那我们的人民 每一次被普通的处理到 被强迫去找一个 大家认为可能是 可以出口的一个人物 那这个人物又不多 那现在只有一个高大城 那这个是一个 环境之下的一个扭曲的现象 这不是制度哦 这是环境的扭曲 那环境扭曲的情况之下 那当然要特殊处理这个案子了 那我倒是这个案子 基本上 杨妈妈非常理解她的女儿 那中间那个到底 她回过头来回过头去 你监视器到底有没有查清楚 那几天的 两天嘛 就从她出去到第二天回来 到底有没有人进他们家的电梯 桃园警方要不要给一个答案呢 那旁边有没有什么人 我觉得我就算是不懂案子 我都觉得这个案子 事事有蹊跷啊 杨妈妈的态度还太平静了 要我恐怕会更积极 会更那个愤怒 会更这个 会对政府的这些公权力当局 会提出更严厉的批判才对啊 所以杨妈妈跟我们讲说 女儿最后手上拿那把水果刀 是家里的吗 是家里的没错 那家里在这儿 女儿失踪这段过程当中 有人跑进去 是没有发现家里有什么被侵入的样子 对 但是那把刀确实是家里的刀 是家里的 可是平常家里不太常用那一把刀 那它是放在哪 它是放在洗碗槽下面的柜子 柜子里头 对 但是会被拿出来 对 我当天晚上 就是前天晚上有跟我女儿一起做蛋糕 桌子上就有放西点刀了 如果我女儿有要拿刀子出去的话 应该直接在桌子上就拿那一把 洗点刀就好了 不需要再冲进去厨房拿那一把水果刀 等于说现场立刻可以拿的是洗点刀 对 不需要去抽屉拉开来去拿一把 平常不用的水果刀 对 好 这就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一个地方嘛 所以警方或警方警察方面 有注意到这个疑点吗 没有 您有告诉他们吗 我有告诉过他们呢 对 是 但是他们不理会我 曹新哥 这就是关键 对 这就叫关键 我们说我们现在人民发生这样的案子 那到底是实在是要有背景 才会引起我们相关的公权力单位会认真来关注 还是说一定要找媒体 找高大层法医 然后真的要上新闻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相信杨妈妈已经忍了五个月 最后也只好找上立法委员 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整个事件发生到现在 两个法医三次勘验 没有看到有外伤 没有做指甲皮屑的一个经验 没有做 够到插把 那现在又说关于这个所谓的 你要干嘛这个争吵 他们也后来一个半月才去做 现在杨妈妈又说 那个豆子平常是没在在盈 莫名其妙会从抽屉把它拿出来 放在女儿的手上 这个是不是已经是 很不知道该怎么接受公权力了 所以整个案件看起来 其实是疑淫重重 老实说我们讲 它是台湾版的兰可儿事件 其实真的是 我如果是桃园地检署 或者桃园的警方 这么好的案子 我应该要全力地去充斥才对啊 那就像我们跟桃园姐讲的 难道是因为家属 没去找到有利人士吗 还是因为家属过疑 真的是过疑 没有去跟媒体来做这样爆料 所以地检署这边 或者是台湾的警方 我们不问 从这案子看起来 五个月发生了 从这一开始上 7月30号的时候 只有16岁的少女 外面早上就很多 出去买东西的时候 10个小时之后 竟然被发现 陈氏在他们社区后面的草丛 其实这个时候 家属已经开始进行邪情 警方也知道有几个人 七众鬼 应该展开了解 好 果然不出所 在10个小时之后 很不幸地被发现 陈氏在草丛里 这个时候 其实应该警方就要怎么样 做第一时间 要做地毯式搜索 按照我们 郭鲁跑社会新闻一样 像这种类似案件 你发生有一个人 死了 有个命案发生 展开现场搜索 第一现场 其实是最重要的 刚刚要进行封锁 但是看起来好像没有 为什么 你从法医的 鉴定报告来看 看出来你可以觉得 他很草率 刚才杨妈妈也讲 连身上有伤痕 他也不了解 然后拿的那把水果刀 那是最重要的 那把刀是在死者手上 握的那把刀 反手的握着这把水果刀 你应该问 这把刀子 刀一来 有什么拿这支刀子 有什么没指纹 等等的问题都要去查证 但是显然的 杨妈妈刚才讲 他连摸一摸 连插都没插 甚至于认为 你说 你不懂 有人会这样认为 法医或专业 你就不办了 这个很简单 这个没错 跳脑出事 好 回过头了 刚才为什么检察官 或者那个法医会讲 有这个偏向智商 偏向亲身 其实萧开平是一个老法医 按理说他应该很清楚 但是他有一点点 有一个比较 他比较保守 一般来讲 我们讲 尸体发生的时候 一个命案发生 人家讲过一句话 死体会说过 死人会说 人死也会说过 尸体所呈现出来的 种种迹象 其实就告诉了 我们活着的人 或者是专案小组 检察官等等 死因的原因在哪里 对 那么从杨美娃刚才所讲 这个杨美娃 十六岁的杨美娃 其实毫无自杀的 任何的一个条件 所谓自杀的情况 第一个可能有没有感情纠纷 或者有时候其他的一些忧郁症 或者什么 浅然都没有 他那天要去买做蛋糕 其实是要做给他 做给爷爷的生日 而且前一天还高高兴兴的 跟妈妈讨论整个烘培的过程 这样的一个开心的少女 怎么可能轻生呢 那么又回过头来 又有这个邻居听到说 你是要唱什么 从整个监视器 也可以看出来 监视器录下来 杨姓少女出门的是 一些轻松状况 他要买东西嘛 但是回到路上的时候 速度变慢 显然是不是背后有人在跟踪 或者好了 进了电梯的时候 又频频回头 甚至让人家队 等等的迹象显示出来 这个背后专案小组 其实应该不是只有 拿你社区的监视录影带 而是要怎样 真正专案小组要做的是 前盘式的 在整个设计的周章 甚至于从他设备 他去买东西的过程 全部把监视录影带 通通要调出来 老实说 今天如果要专案小组 如果做了这样的动作 家属会讨论吗 家属不会 家属认为你很认真 跟我们办 但是显然的 专案小组 或者是我们的台湾警方 并没有这么做 包括家属所提出的 种种疑问 邻居还主动要求 要做笔录 说我有听说 这个孩子 跟他说 你要做什么 有反抗争执的过程 他们愿意把这个东西 提出来当为警察 协助警方办案 但是显然警方并不裁纳 所以家属才会觉得 这个他们受到欺负了 也就是为什么 他们后来找高大臣 高大臣讲得很清楚 这个案子里面 包括我们刚才讲 他这个指纹 好 这个指纹 应该显然的 你指甲里面 是不是抓痕 背后的伤痕 等等的一些 不可能存在于 自杀案件的尸体 应该就是要追查的重点 但是显然的 我们桃园地监署 跟桃园的警方 并没有针对这个问题来追查 这是相当可惜的 像类似这种台湾版的 蓝可儿事件 其实这当中太多了 我们讲 我如果是一个警方 调专案小组 做个男女人 建立的兴起 这么好的案件 我应该好好的去追查 还家属一个公道之外 你也有名字 但是你没这样做 这事真的落差 谢谢曹新哥在这边为大家的分析 好 我专案小组足了没 专案小组了之后 有这么认真在查案子吗 现在显然从杨妈妈口中 是没有听到的 杨妈妈刚有专案小组 他们是说有啦 可是一开始 我女儿相验大体的时候 衣物鞋子都被丢弃 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 承办员警还叫我去 殡仪馆的垃圾桶 扳回我女儿的那些遗物 可是殡仪馆说 已经没有办法再拿回来了 警察也说 保管那个证物 不是他们的责任 是我们家属自己要做的事 这个是桃园警方讲的 对 桃园承办的警方 就是要命令你讲出来 那我这种独立 老众所谓保护证物 这是吴国洞警员 叫吴国洞 叫吴国洞 是哪个警察局 哪个派出所 在南侃分局 不是 卢族分局 无国洞警员 南侃派出所 连南侃派出所的所长 也说过 我女儿手上的抓痕 叫做犹豫性伤痕 犹豫性伤痕 这个我都是觉得很奇怪 通常这样子 如果是一个命案发生 不应该只是派出所的警员 应该分局会出来 应该是分局的侦察队要出 好 来 我们休息片刻 聊到这边发现 这一头问题好大好大好大 因为太多的疑点 其实还不一定在这阵子的新闻当中 有完全的呈现出来 我们休息片刻 我们待会儿继续来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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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